微臣见过陛下 这副表情是媳妇跟人跑了吗 还好朕受过专业的训练 不会轻易笑 这副表情发生什么事了 回陛下 盐的引进出问题了 什么怎么回事 之前大部分的盐都是从边境那边购买过来的 但是这次官员去采购盐 确实一点盐都没能买回来 之前采购一支都挺正常的 这次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微臣派人打探过了 是大金国那边停止了对大秦盐的供应 不仅如此 大金国还威胁了周边的一些小国家 不准他们再和大秦作盐的生意 大金国不错呀 还知道盐是大秦的命脉 知道从根本上掐住大秦的脖子 那边不卖盐 就没有其他法子了吗 回陛下 大秦以前的盐都是从那边引进来的 若是那边被掐断 大秦一时间还真无法解决这盐的问题 无法解决 看什么看 就这么屁大点的破事 也要劳资和你们一样愁眉苦脸 这可是关乎整个大秦命脉稳定的事情 你管这叫屁大点的破事 这小子难道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成 夏儿 不会吧 不会吧 这种狗都能想出办法解决的问题 你不会又要问老子怎么办吧 你觉得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 还真问了 大傻你自己没有脑子的吗 有的话麻烦你自己思考一下好吗 什么都问我 干脆把你脑子拿去喂狗算了 回复黄儿臣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 可是关系到大秦生活命脉的事情 还是得快些想办法解决才行 拖下去只怕会引起大秦混乱 你才没脑子 这样看来我大秦还真没人能解决这件事情了 无人能解决 笑话让劳资来不仅解决这言的问题 更是直接让那大金国哭着跪着求大秦给他们言 让大金国跪着求言 这可要好好聊聊 李四安 你先下去吧 朕要和仙儿好好聊聊 别呀 你要聊和你妃子聊去呀 本公子没时间陪你聊 可是陛下 这言的事情 先去吧 后面在意 是 聊鸡毛聊 真想给你这恶心的大饼脸来亮巴掌 刚才丞相说的言之是 如此严重 父皇应当快些去解决才是 若是在我这里浪费时间 耽误了最佳的解决时机 那我可就成为了大秦的罪人 不急 夏儿你近来生病 为父也没什么时间看你 今天正好有时间 多陪你聊会儿天再走也好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夏儿 关于那言的事情 你再仔细想想 真的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儿臣是真的不知道 都说不会了还问 大傻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再说这种狗都能想出办法的问题 你为什么都不知道呀 他不给言 你自己找工匠练更好的言 不就好了吗 如此简单的办法都想不出来吗 找工匠练出更好的言 朕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这事情说起来简单 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 先说最基本的 大秦境内就没有那么多粗言给你 最基本的材料都不足 又要如何练出那么多好言呢 这话在这小子嘴里如此简单 难道他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这件事情 夏儿 你觉得找工匠自己练言 以解决大秦现在严谨区的问题如何 还是能想到呀大傻 看来脑子还是有的 儿臣觉得此法可行 可是一没原料 二者工匠也不足 想要靠自己练制出言 大秦恐怕无人能做到 无人能做到 笑话 本公子有三千工匠 只需要海水便能练言 海水便能练言 看在大傻你最近还算大方 给了本公子那么多药材的份上 到时候这言弄出来了 本公子也分你些 以解你燃眉之急 没一百奖励这小子 还知道为朕考虑 之前朕在出游六国时 朕曾听闻有一种工匠 炼言手法相当高明 只需要从普通的海水中 便能将盐给提取出来 十分神奇 若是能找到那群工匠的话 那我大秦盐的问题 应该就能顺利解决了 听说了你就去找呗 看我做什么 夏儿你以前不也喜欢 到处云游吗 有没有听说过此类工匠 或者刚好认识此类工匠什么的 大傻你怎么一副 知道我有人的模样 你该不会真的是个挂逼吧 儿臣去玩的都是正经地方 春风楼听曲 百花楼看花 金销楼小气什么的 对于那些工匠的事情 儿臣实在是没有注意 所以不知道 春风楼百花楼金销楼 这些名字 你怎么有脸说是正经地方 那真是可惜了 朕还想着 如果夏儿认识的话 就花重金雇来炼呢 炼那么值钱 我自己练出来卖不好吗 再说你雇工匠能花几个钱 可惜 太可惜了 若是真有工匠 夏儿觉得五两黄金一天如何 五两 那三千工匠 一天岂不是一万五千两 不行不行 劳子当初培训 这群工匠的时候 可也是下了血本 当时从大傻和大臣那里 搞钱也不容易 若是夏儿能促成这件事的话 那便是手工 为父觉得这炼出的盐 两成利润都应该给夏儿 多少 两成 儿臣认为三成比较合适 父皇觉得呢 也可行 但是夏儿你不知道 可惜呀 等等 父皇 你说的是会从海水提炎的工匠吧 儿臣想起来了 感谢老铁的支持 关注点赞 下一集更精彩